我们打开这个电源 然后它这个上面就会开始亮 语言的话我们选择英文 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放上来 这里是这个产品是209 是这个产品的重量209 然后点击这个产品参数 密码是3个6 我们随便选择哪一个配方 选择一个没有的 没有的 这是209 上限值我们就设201 下限值我们就设208 确定 然后这里是速度 我们输入速度30米一分钟 长按电机启动运行 然后这个输送带它就断起来了 输送带就断起来了 我们再点击这个红色的 自动学习 进去之后它这里就会开始学习 点一下这个开始学习 然后我们现在放入产品 要一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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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要一直放 等待的时候 等待的时候 红色的时候 我们不要放 然后这里就是 已经学习完成了 已经学习完成了 整个地区 使用这方 特殊 特殊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拿一个东西 拿一个这个不凉米 随便加到上面 它这里就会显示超重了 这里就会显示超重了 然后我们再选择进去 刚刚那个配方表格 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是剔除时间 这一个就是说 沉重到不凉米之后 过几秒钟 那个推杆才开始动作 一般我们给它0.8 然后这个是推杆推出去之后的 保持时间 我们选择0.4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配方 推出 然后就行了 然后设备操作方式的话 就这样子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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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